朱海因應澳門有確診患者曾到拱北口岸出入境 開展全民核酸檢測 暫時未發現有陽性感染 檢測至前晚開始 全市22間檢測機構設置299個採養站 大批市民排隊接受採養 直至昨晚8點鐘有超過224萬人完成採養 近65萬人有結果全部都是陰性 波局說確診Delta變種病毒的澳門一家四口 其中夫婦多次經貢北口岸出入境 到過市內多個超級市場買東西 目前已找到593個密切接觸者 並且已隔離